这一次我们特别针对尼波特受灾户 298户是达到不堪居住的 就是整个屋顶先掉了人没有办法住的 那么他们修户的这个状况 特别去关心了解 298户当中有154户是已经修缮完成的 那另外144户 包括这一户在内 是还在修缮当中 还在修缮144户 那这144户里面呢 有26户告诉我们 他们有这个安置的需求 26户68人有安置的需求 他说要等他都看这个夜景会不会帮我们做完 他说假如不行会稍微填一下 也要谢谢县长 这么关心我们 因为我刚刚去看一个排水的工程 已经在附近了 就想说绕过来 谢谢 你上个礼拜来看的时候 还不一样 简直不能看 只能摸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